不要再私訊我了 我們要問Mary 我們要有問題我們要拍影片 這樣會回答比較完整 因為真的樂器感覺 這個真的不能一句話回答 這個一句話回答會出問題 對 所以說我很多情況下就是 把客戶的情況問清楚 你同一時間之內有沒有其他的房產 你的稅務居民跟非稅務居民的身份 有沒有什麼轉化 大家好 歡迎來到澳洲新章節 我是Jerry 最近因為澳洲房市火熱 買土地別墅的成交量多很多 那相對也衍生出很多客戶的疑問 那今天的內容一樣 請我們會計師好朋友Mary 來回答客戶還有網友 有關於購買土地所留言的一些問題 Merry在線上 現在把他拉進來 Hello Mary你好 你好Jerry 這個其實有網友在提到說 其實客戶也有問到 就是他們如果投資買這個土地 那他一直空著喔 他也沒蓋 他也不收租 然後他要等若干年後 再蓋 再蓋房來自住 那不知道未來會不會有增值稅 但是其實他是說若干年後 其實我覺得 我深入一點 就是看他的口吻 其實我感覺他比較像是 買了之後 因為他預期房價會 就是土地會漲 而且現在感覺房市很火熱 他不想要這麼急著蓋 他想要撐久一點點之後 再來蓋 那像這樣子這個未來 這個他想要問這裡 會不會有問題 或者是還有什麼增值稅的問題 嗯 像您的這一個朋友 他的問題其實很簡單 就是針對他自己的一個條件 但是作為我們來講 我們如果是看到這個問題的話 就會需要了解更多的他的背景信息 比如說他有什麼簽證啊 他在買空地的時候 以及他準備蓋 或者是說他蓋好了之後 要賣這種這一段期間 他是有什麼樣的稅務規劃 他這個房子是在誰名下 這一個人是不是長期生活在澳大利亞 他同一時間之內 會不會有第二套自住房 這些就是說 我們都要綜合的來看 然後去給出一個具體的判斷 那麼簡單來講啊 那麼空地像這種House Line Package 它有一個四年法則 也就是說從你買下空地 一直到把這個房子蓋好 住進去 嗯 如果是在四年之內的話 你這四年期間 仍然可以把它當成是 自己的一個自住房 但是呢 那目前像這種法則呢 就更多的應用於澳洲本地的稅務居民身上 如果您是非稅務居民的話 那麼本身你沒有長期的生活在這裡 你就不會去享受澳洲的這一個自住房 減免的這個優惠政策 嗯哼 不過當然就是 如果海外人士 但是因為現在疫情關係 他也過不去嘛 那他買了這塊土地之後 他想要之後就是 因為他現在過不去 他也沒辦法去看這整個 蓋房子的過程 所以他 呃 理應是有一點那種感覺是 可能放個一年 兩年左右 等他疫情真的可以過去 他再來準備開始蓋 然後是蓋自己的自住房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自住房 原則上這個 在未來還是一樣是 會 因為是自住房 所以就不需要增值稅 這樣是對的嗎 對 如果他一直都是有身份的 只是說 嗯 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 他暫時沒有過來 嗯 他可以把它當成自己的 一個自住房產 但是 就打個比方啊 他如果是2016年 他看中了這塊地 他把它買下來 然後他2018年 他登陸了 就決定把這個房子蓋好了 2019年他就蓋好了 他就住進去了 嗯 那麼在這一段時間 如果他只是臨時的 居住在海外 他能夠向稅務局證明 我其實是有意向 是想長期居住在澳大利亞的 包括要看他2016年 買房之前 他的一個居住的地點 是長期在澳洲 還是在中國 嗯 那麼就有可能是 他這一段時間 他這四年之內 他把這個房子蓋好了 他住進去了 嗯 他就可以把它當成自住房 OK 他家來賣的時候就不用交任何的稅 但如果這一個客人 嗯 比如說我們碰到過有一個案例是 這個客人是2016年旅遊前 來到澳大利亞 然後他看到一個房子覺得特別好 他也很喜歡澳洲的這個環境 他簽了一個房子 嗯 就是這種土地帶 嗯 蓋房的House Land Package 嗯 然後呢 他就回去了 他回去的時候呢 他就開始辦身份 對 他有可能是2019年 他的身份已經批下來了 然後他就登陸了 登陸了之後呢 這個房子基本上也蓋好了 嗯 蓋好他就住進去了 住進去之後 他就 哎呀 又覺得各種不合適啊 或者是想要去換一個房子啊 那他就把它賣掉了 那麼稅務局的認為呢 是在你2016年 你用旅遊簽證來登陸的時候 你是不會去享受一個 本地稅務居民的一個減免條例的 所以他認為2016年你是旅遊簽 那個時候你並沒有一個意象 就是說你的簽證上面 並沒有一個意象 是你能夠被判斷成為 是一個澳洲稅務居民 所以在稅務局角度上面來 叫2016年 一直到2019年 他的簽證批下來的時候 他仍然是一個非稅居民 那麼2019年 他登陸了之後 然後一直到比如說 今年他把房子賣掉了 這一段時間 他可以享受自住房間免 所以也是要合理就對了 對 這個還蠻複雜的 就是要看居住簽證 意圖 以及你的家庭綁定 這跟我們上次討論過 就是稅務問題其實跟什麼時間 什麼人的身份 然後什麼樣的地 然後用什麼樣的名義 其實真的就會跟稅務 就會有不一樣的解讀 真的真的 諾琳 那這樣簡單來說 換個角度去想 那今天如果 這個海外投資人 他買這個房子 他是要做投資的 他不是要火自住的 那基本上這個在未來 就會有增值稅 嗯 OK 所以 這個就是你的名義很 你的定義 你買這個房子的名義很明確 你要做什麼用途的 這個就會有 有沒有增值稅的差別 對不對 嗯 OK 那 再另外一個衍生出來 就是他買了之後 控在那邊的這幾年時間之內 會不會有什麼 稅務問題需要注意的 嗯 這幾年的時間之內 就是說 第一號你要看 它的這個土地持有的這個價值是多少 各個州的土地價值的地稅的起升點不一樣 OK 你要及時的去通告地稅局那邊去交這個地稅 好 那麼另外一個你在土地 因這House Land Package 很多情況下都會先交割這塊地 然後呢 在跟建築商那邊簽合同之後 你們去把這個房子蓋起來 那麼在這個地的交割跟這個蓋房的這一個期間 肯定會產生很多費用 比如說地上面的這個市政費啊 這個水費啊 以及一些貸款產生的利息啊 都會有的 那麼這些費用 其實我們的做法是把它記錄你的蓋房成本 蓋房成本 哦 意思就是說在還沒有蓋之前的這段期間之內 你繳的任何政府規費任何的 這個在未來都可以把它列為是蓋房子的成本 在未來抵稅有機會可以抵掉嗎 你的意思是這樣子嗎 就是說它是你的持有 它是你持有的一個投資的物業 但是呢你這個投資的物業 在這段期間之內並沒有出租 所以產生了相關的費用 都會記入這一個房子的成本 比如說你50萬買了這塊地 嗯 那麼你在蓋的過程當中 花了大概兩年的時間 你的利息大概花掉10萬塊錢 那麼這10萬塊錢的利息 會作為你的這塊房產的這個 投資物業的持有成本 對 它的成本會從50萬變到60萬 然後再看你要花多少錢去蓋房子 比如說你再花50萬去蓋了一個房子 那麼你的這個房子整個蓋出來 核算起來 它的這一個成本就是110萬 就我們在做事情的過程當中 會經常碰到這一種客戶 會拿過來 我是House Land Package 我大概持續的時間有點久 然後我現在才剛剛開始出租 其實通常來講 我們所要做的這個報稅 只是說你把你的收入支出情況 我們看一下 從你可以居住開始 你所有的這些銀行利息啊 以及市政費用啊 都可以作為一個稅務抵扣 而不是作為房子的成本 留到你賣房子的時候再去計算 對吧 但是我們的做法就是 我們會跟客戶要來全套的資料 然後幫客戶去核算清楚 你每一套房產 你在持有的這個過程當中 哪一些是可以作為抵扣的 哪一些是要記入房子成本的 然後我們到最後都會跟客戶交代一下 經過我們的這些計算 以及跟你的銀行賬單上面的這些付款的比對 你的這個房子的持有成本 是多少多少錢 嗯 我們就曾經碰到過這個客人呢 他在 他就是買了Hausland package 然後他自己在轉賬的這個過程當中 自己也是有點暈暈的 也不是很清楚自己轉的對不對 然後因為他不停的往這邊澳洲這邊打錢 那麼他打過來的這些錢呢 有一部分可能是還了銀行的本金 有一部分是還了銀行的利息 有一部分是給了建築商 有一部分是付了各種各樣的費用 他只是以他打進來澳洲的錢來去計算說 哦我覺得我這個房子呢 蓋出來的時候我算下來應該是90萬的 然後來經過我們的核算呢 我就說我已經把你所有的這個 律師的信託帳戶的錢 以及你的這個銀行帳戶 轉進去的這些錢 全部都做了數據比對和核算 以及包括你的這個貸款的時候 他扣多少銀行費用 然後放款放了多少 這個款一筆一筆是怎麼去付的這個開發商 然後這個開發商到底有沒有在最後 給你在建築合同的基礎師上 有添加一些什麼東西 去額外的多收你的錢 這些我都一一跟他確認清楚之後 我跟他說 我說您的這個房產啊 其實你的蓋出來的這個成本啊 總共才82萬 不是90萬 那他就好開心 他說哦原來這麼低 那麼我要是直接賣掉的90萬的話 那我就不虧錢了 我說對其實是不虧錢的 所以我真的我每次說真的 我每次一跟你錄完視頻 我都一直覺得 我以後有所有問題 我就問你就好 因為客人會問的問題都很簡單 然後早期我真的都覺得 我可以簡單回答客戶 後來我再越了解越多 我越不敢回答客戶問題你知道嗎 所以我現在養成習慣 都來問你好了 這樣比較安全 對 對 我們已經習慣了 就是說有些 有些朋友他就覺得 哎呀我其實這個問題好簡單的 對 就是這一件事情 你就告訴我 是或者是不是 我就要這個答案 沒辦法 對 我說我也很想給你是或者不是的答案 沒辦法 真的沒辦法 我們天天做這一些專業的領域的話 說話也都要負責任 對 包括你在網路上面說話 包括在朋友之間聊天說話 嗯也都要負責任的 嗯 那另外一個 好那如果這個客人他買了之後 他一直空在那邊 然後 當然就落干年後要不要蓋 就另外一回事 但是他在空的這段時間 他如果出租 有人空地出租的話 那這個有 會不會有稅務問題 空地出租的可能性會比較小 又很難去證明 他是怎樣的在出租的方式 嗯哼 因為在 就是華人啊 其實有一點點會這樣 就是空地甚至都有在出租的 我們沒有 我們在台灣就甚至有 出租做停車場啊之類的啊 哦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對 可是在澳洲 所以他有點用華人的想法去想這件事情 不知道可不可以 有沒有什麼稅務要注意的 但是如果照你剛剛這樣子所說 其實在澳洲空地 把他出租這種情況比較少 我見到貨的比較少 因為你要是空地 他用作一個什麼樣的用途的話 這些在這邊都要是申請許可的呀 好可 你要是想做停車場的話 你也得允許政府 就是說市政府首先得允許他去做停車場 嗯那我理解了 OK好那 嗯應該還有 好最後一個 嗯 這是一個額外的 這個跟這個可能就 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可能也搭上一點邊 就是他這個 我們所知道 投資房如果你持有一年之後 你的那個增值稅 他可以豁免 可以減免50% 如果他 是的 那如果他的這個投資房 是一個House and Land Package 那他這個一年的這個期限 是指土地交割的時間開始算 還是等 房子蓋好的那個時間開始算 啊這個問題很有意思 對 首先呢 你先交割土地的 對 對吧 所以他在這個持有的時間 是按照你土地簽合同的時間開始算 沒錯 我們分兩個來看 第一部分是土地 嗯 然後第二部分是房子 對 房子你蓋好了之後 會正式的去註冊那個地契 我們叫TITLE 就是說這個房子 正式的有自己的編號 揭名這一些 一般來講是在全部蓋好了之後 會正式的跟市政府那邊去註冊清楚 這個事兒 那麼這個房子的持有 我們是從拿到居住許可開始的 建築許可 哦 就是可以開始蓋房子的那個那個 timing開始計算 就是房子已經全部 房子已經全部都蓋好了 然後經過各種的這個檢查 這個房子可以居住了 拿到這個居住許可 啊 那麼居住拿到居住許可 有可能你再過 一般來講是先拿到居住許可 再去落戶 就是註冊這個地契這個事情啊 但是我們從拿到居住許可 就可以開始算 這一個房子已經建成了 這個房子的這個資產 已經真實存在了 哦 所以 到稅務的角度而言 就是我要評斷他 是不是自住房或是投資房 然後什麼時候開始起政 開始算他的稅務責任 就是從他蓋好可以使用的那個 那個timing那個時間點 開始計算就對了 對 打個比方 然後咱們是 嗯 還是用咱們之前的例子 他2016年買了這個房子 然後2019年他住進來了 嗯 他住了一段時間之後 他就把它賣掉了 嗯 然後他2019年是蓋好了之後 馬上入住了 嗯 那麼 如果他這樣子賣掉的話 就是他的這個土地 肯定是持有超過12個月了 但是他的房產並沒有 OK 所以就是 他的房產2019年蓋好 他住進去了 很短的一段時間 他賣掉了 如果這段時間可以超過3個月的話 就是說他住在裡面 真實的超過3個月 那麼有可能會當成一個自住房產 就是說這個房子也全免稅 也就賣掉了 嗯 對 但是如果 他只是一個純投資的這個房產的話 那麼你得從這個2019年 你再往後推一年之後再賣 就是說2019年你拿到居住許可 再往後推一年再賣 你才能拿到50%的稅務見面 哇賽 OK 好 今天又受教了 非常感謝Mary的解答 觀眾 你有任何澳洲稅務問題 留言給我們 不要再私訊我了 我們要問Mary 我們要 有問題我們要拍影片 這樣會回答比較完整 因為真的越細 感覺 不能 這個真的不能一句話回答 這個 一句話回答會出 會出問題 對 所以說我很多情況下 就是 把客戶的情況問清楚 你同一時間之內有沒有其他的房產 你的稅務居民跟非稅務居民的身份 有沒有什麼轉化 所以說你將來的打算是什麼 比如說有的人打算 我把這個房子打算拆了蓋 蓋好了之後 我可能一塊地上開兩套開三套 我留一套留兩套 或者是我三套我都賣掉 會有什麼樣的這些稅務壓力 或者是稅務上面去怎麼去處理 所以這些東西都很 沒有辦法一言兩語說得清楚 我很多時候都會需要給客人去寫一個 比較詳細的這個稅務規劃的報告 告訴他們 按照您這種要求 你可能會有什麼樣的一個稅務結果 這樣子他們自己心裡會清楚 需要出一份報告 需要出一份報告 有的需要的 嗯好的 那今天非常感謝Mary 那如果我們有這個任何稅務問題的話 我再抓你我們再拍個影片 好的沒問題 好那我們下期再見啦 Mary拜拜 好拜拜Jerry 大家再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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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